深圳这公交车迷你了没有 反正是有点迷我 我想这是掌握了可爱的原理 才会做这样的一种演化吧 铜锣湾的笔画还真是多呀 它描绘的是海湾的形状 它的英文名字描绘的是当时的一条低路 不过这一切在填海后 都发展成为了商业区 租金名列世界前茅啊 如果你问深圳 你的历史久吗 深圳头也不回 大踏步往前说 我会在未来回答你这个关于历史的问题 这里是深圳罗湖东门一个天津桥底下 未来这一个字 很多香港人愿意排队很多年 因为这意味着在寸土寸景的香港 你可以住上性价比很好的居所 很多香港的公租居都是以这个字来命名 我记得以前这个涂在树上半截的 这个往往都是白色的 一种东西 现在在深圳我看到这些是有点灰色的 现在这有什么区别呢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观看